第十屆世界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23号在台北小巨蛋展开为期四天的激战 本届中华队派出男女共15人参战 其中男子55公斤以下级的杨耀宗 在第一站面对南非好手Majilla的比赛中 交出强势表现 开赛就靠着一记上段侧踢进场三分取得领先 在满场观众加油声中一路压着对手打 最后顺利9比4晋级下一轮 今天感觉还不错 还发挥得比较发挥得出来 今天我们的状态还不错 应该都有得牌的机会 今晚杨耀宗顺利开胡 但中华队在第一天也传出了令人恶婉的消息 那就是参加78公斤以上级 才刚在美国公开赛夺金的队长杨宗翰 第一站就隐横败北 无缘为地主留下金牌 不过乐观的他也马上转换角色 成为中华队的啦啦队队长 就在上面就帮忙加油 然后假如赢了下来鼓励他们 然后就一起就大家一起拿锁定我们的目标 拿到两金 下着地主优势 中华队今年在世青赛开出了至少两面金牌的目标 而有了乡亲父老们在现场加油打气 也让世青的小选手们坦言真的跟国外孤军奋战的感觉很不一样 面对接下来三天每天都有金牌诞生的紧凑赛程 大家不妨走进小巨蛋为这些中华小家们加加油吧 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